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个人状态而不是防守针对性 季后赛场景下 篮下强起可能是最被严格限制的一种进攻方式 没有球队会允许对手随便扣篮 严密的护框 严格控制空接传球路线 合理冲撞去附近扎堆小后卫等切球 每一招都不好躲 如果你能在这些招式生效前 高举高打把球抛进 那么能限制你的就只有 队友球给不到 自己手感不佳 这也是为什么约基奇才是最难防的终结者 即使不考虑他在高位以上区域的变化 光是进框接球后这一下就没人可逼你 在终结方式的选择上 顿堡跟约基奇倒是类似的 单位时间由7区得分 顿堡跟约基奇也是接近的爱顿 每36分钟15.6分 约基奇16.9分 在所有出场时间1000分钟以上的球员里 分裂第六和第二 只要你可以驾驭这种打法 终结方式本身不是问题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贾莱特阿伦和卢尼有爱顿的身高和手活 他们在季后赛面对米切尔 罗宾逊和农眉哥时就不会那么尴尬 身高加手活给爱顿提供了更广阔的季后赛应用场景 这是他比其他中节型中锋高级的地方 问题就在于 爱顿不是总能驾驭他的打法 即使他可能已经是这个领域第二好的存在 他毕竟不是逆天的约基奇 22-23赛季 约基奇在14英尺以内的命中率是68.6% 爱顿在20-21赛季 21-22赛季也能 做到接近的水准分别是66.6%和67% 但在22-23赛季 这个数字掉到了62% 场面就难看起来 终结是进攻套路的最后环节 为这次机会所付出的成本能不能收回来 都要看这一下的完成情况 所以终结放不进跟定点搭空位投不进一样 不管是实际对比赛的伤害 还是观感体验都非常差劲 这是为什么 即使一个球员掌握了远离篮筐的终结手段 人们还是要鼓励他硬一点 往里渗入一步 即使不进也有机会上罚球线 而对大部分球员来说 罚球准星总是要高于抛投 在某些赛季里 爱顿可能是高级终结领域的天下第二或者第三 但他不愿向李尝试的柔软性格 又让他在终结应尽量杀篮下的基本盘上拉了下场 易得一失的结果是 爱顿没能跟其他顶级终结者拉开差距 爱顿的防守是被批评更多的部分 他的非正面防守几乎全面拉垮 没有无球端的协防判断力 毫无扫荡意识 他不喜欢主动上迎督抢眼 好处是不会赔上不必要的犯规 坏处是缺少对进攻球员的组合效果 无法送出匹配天赋的护框效率 不管是单防还是协防 爱顿都没什么侵略性 这些毛病其实也不是新鲜事 事实上 在爱顿进入联盟之前 业界对他防守的担忧 会比现在实际的情况还要糟糕一些 从生涯第三个赛季开始 爱顿起码成为了一个有底线的防守者 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 泰阳过去三年的防守效率 分别排在联盟第六 第三和第九 如果一支球队的中锋防守一无是处 其他位置再努力也交不出这个成绩 21到22赛季 森林郎拥有贝弗力 范德比尔特 杰登迈克丹尼尔斯三大防守汉奖 华子 李德这些核心轮换在防守端也是硬场 分齐教练继承猛龙的疯狂夹击轮转体系 可为完美契合这支年轻球队 就这样 最后守了个联盟第13的防守效率 没办法 森林郎的中锋是唐斯 爱顿的防守起码有两个优点 一是他确实拥有中锋身材 且拥有这个身材级别不错的移动能力 二是他不乱跳 这两个优点看起来很基础 然而 这是个中锋如果运动能力出色 他多半又矮又乱跳 中锋如果高大沉住稳重 那么他多半慢吞吞的联名 于是 爱顿的法国铁塔及天赋配合法国军领时防守 反而能收获不添乱家 能对位一些天赋怪的评价 不要小看爱顿的优点 到了分区半决赛这个级别 在你指望中锋提供高质量协防 换防 对位 终结之前 你可能先要考虑的是 你的中锋是否会因为 在对手高质量护框下过于托空间 移速过满北 丁基党拆针对盗死 天赋不够无法对位大怪兽 这类问题无法上场 而这些却是顿宝相对还行的领域 所以 顿宝是这样一个球员 如果以篮领中锋的标准范本去看顿宝 他很多基础专案不达标 比如冲击篮框的欲望与活力 防守的积极主动意识 高级的防守选择判断力 这些却是让他树立了一个软的形象 但如果以高阶范本去看顿宝 那么顿宝在附加分这块却能拿很多 说到底 顿宝是个壮眼 他有壮眼中锋该有的原始天赋优势 还有招牌式的中距离手感 这个底子摆在这 就让他跟贾莱特阿伦有手感没升高 米切尔罗宾逊影 升高没手感 罗伯特威廉姆斯没升高没手感没有所区别 如果顿宝一直是21年或者22年季后赛的水准 OBPM中锋前三 BPM中锋前六 那么即便打法软一点也能接受 并且 我认为顿宝从22到23赛季的低迷中走出也是有机会的 太阳之前略显混乱的局面 爱顿的比赛定为何个人意愿 这些内容合力造成了过去一年的结果 不是没有调整空间 甚至 太阳没办法在爱顿的合同上有太多的保怨 这跟勇士给普尔的续约合同完全是两把式 勇士给普尔的大合同有三个debuff 一是冠军家床 二是追梦一击 三是只有一年季后赛高光的情况下提前一年续约 而太阳没有这些剧情 各位回忆一下 2021年夏天 爱顿拥有提前续约资格而太阳却没续约的时候 舆论更多的声音是爱顿不配 还是太阳的算计过深 甚至 爱顿在2022年夏天签下的这份4年1.33亿的合同都不是太阳开的 而是步行者开的架 太阳一一匹配 换句话说爱顿的合同是经历了时间沉淀于市场竞价的结果 时间和市场都认可爱顿拿这个价 那还能说什么 这一届的成才率很高 并且这届球员签下的合同很有代表性 有这样两个规律 高选秀顺美在球员拿第二份合同时 仍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像巴格丽 班巴这样并没有真正打出来的球员 球队还是会给他们一份一家合同 而布朗森如果是一个首轮中断秀 他的水准不会签一份起薪保守的递减合同 高顺美代表了天赋可靠性 在续月中有相当的一家能力 进攻型球员 特别是拥有开发能力的球员 会比水准接近的防守优势的球员拿更大的合同 比如三立标杆大桥比安芬尼西蒙斯拿的少 仅仅是一自有开发价值 持球没什么手段的小波特 竟然拿了顶心 而顿宝两项都占 即使他跟开发能力只是寡蹭的关系 这个联盟就是这么离谱 如果我们是在游戏里创建角色 那么一些基础分砖案 可能花一块钱能加一个天赋点 但附加分砖案加一个天赋点就要两块钱 综合能力差不多 大样本下的贡献旗鼓相当 爱顿就比这个段位的其他重分贵 这真的是好气 所以从爱顿的案例上 我们明白了什么 如果你游戏壮严签 学内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通常来说 你不会拿壮严签选一个不能持球的家伙 你肯定会盯住那些看起来能当核心的天赋 而这个联盟在反复证明一件事 这个时代内线想当核心 他不但要会干内线的活 还得内外双修 恨不得三头六臂 样样精通 若是做不到 好歹他得叫戈贝尔 而那些有点低位能力的纯列线 他们会卡在20%出头的回合战有率 当不了主攻手 绝可能因为高天负荷超出纯蓝领的附加分 让市场和自身对薪资产生更高的预期 甚至 爱顿甚至还是这种类型的成功案例 但我最后也都会帮着你 我就是想要求你 感谢观看